原标题 医生志向15亿导弹 突然凌空解体 却是韩国维修工网把现场的货防空作战 在现代战争比不少 中美俄等国都研制出了多款防空导弹 我国是以红旗防空导弹系列最为出名 俄罗斯则是S-300、S-400等 美国则是爱国者防空导弹 除了美军自家使用外 还云霄跟盟友等国 由于韩国和美国关系亲密 他们也购买了美国的防空导弹 通过消化吸收等自己 已经研制出国产防空导弹 前不久 韩国国产防空导弹 突然上演了直插云霄 且3.5秒零攻自爆的好戏 这是怎么回事呢 快来和小编我一起了解一下吧 事实上 韩国自爆的防空导弹名为天工 被称为韩版爱国者导弹 一枚造价15亿韩元 其可以爆射40公里 就是这款性能强悍的导弹 在上空3.5秒后 被紧急启动自爆程序给滋毁了 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否则就会整了韩军头痛 而这尴尬的一幕 也被住在附近的韩国人给拍了下来 随后 韩军经过调查得知 这枚导弹并不是正常发射 而是误射 这件事情完全是一场意外 是两名韩国维修工自己手务 增量成大货的 当时韩国维修工之前 可能没有沟通好 把锦修的测试模式 跟作战模式给整棍消了 结果忘记把调作战模式 那根卸缆 这不 刚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导弹立马直插云霄 可是没有接收到雷达信号的导弹 飞行 的扭扭捏捏 升空3.5秒后 就他们给紧急启动自毁程序 将其凌空自爆解体 瞬间传出一声巨响 据说 韩军误射导弹这一幕 可把附近的民众给吓坏了 幸亏这枚导弹自毁了 万一落在不该落的地方爆炸 估计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而这件导弹误射事件 也整个韩军非常尴尬 自己直接放了一场只爆炸一声的最贵烟花 十五亿韩元 就这样被两枚维修工给打水漂了 在这不得不说韩国人真土豪 虽然说导弹误射或者擦枪走火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一旦导弹而火的时候 所造成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轻则摧毁某个地方 重则引发战争等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海军为了安抚受到惊吓的民众 不仅将这起事故的责任人发办 还承诺会避免类似的发生类似的事故 其实 韩国人的不靠谱行为 并非这一件 话说当初F1EK战机来到韩国时 韩国的重磅方查前去进入坐舱体验 可是一不小心手务 愣是按下了弹射按钮 搜的一声 整个人都出来了 整得他们好不尴尬 而韩国15亿韩元导弹目射时间 已给大家提个信 选民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 仔细按照流程做 做好后勤保障 就会尽量避免发生这类事情 196年 都无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